当中国的男人们还在梦想着一夫多妻时,中国的邻居尼泊尔,却反其道而行之,实行了一期多夫,这是咋回事呢? 尼泊尔也是多种族的国家,生活在红拉山区的尼泊尔人,他们的祖先是从平原迁移过去的居民,自古以来就保留了一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,男的保家为国,女人则是一家之主。 上千年过去之后,母权文化逐渐演化成了一期多夫制,尽管一期多夫允许女人可以有好几个丈夫,但也是有规定的,这些丈夫必须是一母同胞的兄弟。 他们的风俗认为,无论丈夫总是什么职业,经商也好,种地也罢,但是只有一个妻子,最终都会回到一个家,只有这样兄弟们才不会分家,才能让家庭富起来。 我说到一个家庭里,就像我后来说一位妻子,最终都会找到一个家庭。 我说一位妻子,最终都会被划算是一位妻子。 我说一位妻子,最终都会是一位妻子,最终都会说一位妻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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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